好 继续带来看到花莲的农好生活节 今年迈入第三年了 那么今年特别扩大规模 12月9号跟10号周末两天 在芝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设断办理 那么以冬日花莲农村好时光为主题 搭配了草地野宴 散布市集 食农探索等等的活动 展示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 与食农教育的成果 今年扩大规模办理的第三届花莲农好生活节 12月9日10日两天 在芝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举行 以冬日花莲农村好时光为主题 融合美食与音乐 呈现草地野宴 树心开吃 散布市集 食农探索 存养音乐等活动 并展示县府推动农村再生与食农教育的食主团队成果 这个从开始整地啊 一直到幼苗 粗苗 然后一直到它的生长旺盛啊 这些其实我是在研究的桌游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每天看到的芋头田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生长历程 然后我把它变成一个桌游 让大家在玩的时候 可以知道芋头在田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不会说只知道说上了汁 上了餐桌的什么藕櫃啊 芋头西米路啊这些 那些都是前后端的 那我们的前端要让大家认识 这样才知道说我们种芋头其实很不容易 中间有遇到很多疫病啊 虫害啊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会去了解的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发展一个 关于我们吉安芋头的一个桌游 我觉得很有意义 今年迈路第三届那老天爷终于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那今年也是遇到 今年是我们首次办理两天的农好生活节 那主要也是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农在社区 一起走出来 一起让更多的民众认识说 我们的社区有什么样好的东西 像刚刚其实我们主席人有提到说 我们今年在我们的案子里面 特别办理了一个 食农教案教具的一个征选 那也感谢所有社区伙伴的报名 那我们选出了十个农在社区来进行他们一些教案教具的开发 像刚刚有看到我们吉安的芋头 他开发了一个大富翁的一个邮具 那另外像我们果子侠 他是用他的竹的多重宇宙 那我们的农名有客家仙草 那我们的像是卓星那边的苦茶也有一个应用 除了农产品也有猪农与鸡农 现烤猪肉鸡肉供民众食用 今年也与慈激基基金会慈激大学 输养BO2平台合作推出输养餐盒预购 使用在地健康蔬食料理 想因2050精灵碳牌齐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 吃健康吃在地吃当令 持盼作为全县农村年度盛会与重要的城乡交流平台 让更多民众体验冬日花莲农村好时光 记得长邦彦吉安相报道